郑爽与男友撕破脸再次深陷淋雨 看到室友对他的评语 我信了 岛屿 近日 有关郑爽与男友张恒分手的消息不静而走 郑爽现身法院被拍 有关二人的经济纠纷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看来郑爽与男友分手并不友好 每段情感的结束对双方来说都是两败俱伤 不同的是作为公众人物 表面波澜不惊的郑爽显然承受得更多 郑爽公开的恋情有三段 与张恒分道扬镳意味著郑爽第三段感情同样以失败告终 这时候很多好心人过来关心了 比如 吴轩怡的粉丝 不光变注法的用尽一切龌龊之词形容郑爽 还跑到郑爽老爸微博侮辱郑爽 用词之灵力 心肠之歹毒可以想见 当然 见风使舵 落井下石 看热闹的人还有很多 毕竟郑爽分了三次 而且结束的都不怎么体面 很多人问他自己就没有问题吗 看过郑爽综艺的人都说他性格很古怪 一般人接受不来 那么究竟是怎么个古怪法呢 很难形容 个人认为 郑爽是一位不那么精致的 利己的 舞台表演型人格 为什么说他不那么精致 因为他伪装的不是那么好 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私 也很利利己 但是表现出来的方式都不一样 而郑爽就是那么愿意妥协 但受了委屈一定会通过情绪 表现出来的人 就像他在节目里和张恒意见不统一 最后妥协听了张恒的意见 但事实上他是不乐意的甚至有怨言 而且在各种纠结挣扎中 把情绪释放了出来 可悲的是直男张恒根本没发觉 或者说张恒在逃避郑爽的情绪 干亮住他 所以就导致后面的爆发 郑爽直接抛出狠话 你如果不做我男朋友 只是我的合伙人会怎么样 为什么说他利己 说的是情感上的利己 这种利己会让他一直处于 道德权衡上的主动地位 我没有做错 我不自私 是你伤害到了我 他会不自觉给让对方产生错觉 给对方造成压力 即使自己没有多大过错 也觉得对不起他 做法很刁钻 也许是自己真的很委屈 也许是接受不了自己 在对方心理形象发生变化 所以先下手为强 促使情感甩锅 说了这么多都是别人严厉的郑爽 今天偶然看到郑爽 是有写的一篇评价他的文章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由于内容太多 只好简略一下 岳小青郑爽同寝室有称 大学期间郑爽就是大家严厉的异类 就算迎面走来也能听见 有人发自内心的声音真的很美 但是背后你说不知道的风言风语和八卦 说力气充斥整个校园也不为过 那年夏天 那不惧火的一塌糊涂 至于过程中因缘际会 以及他个人喜悲不再细数 只能说别人的风景永远看上去很美 高兴的时候话很多 对于看不惯的肮脏知识会咆哮 会攻击 难过的时候会消失 偶尔的问询会得到秒回 帮助别人的时候很爽快 受到不公平待遇会反击 喜怒哀乐全放在脸上 如果一定要说他是怎样的人 郑爽的是有这样评价 我想他应该是更高级的人 因为他想的就是他说的 他说的就是他做的 一个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人 就凭这点 他值得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郑爽 一个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人 这点我信了 但是水至清则无余 我想 这就是他不断跟自己较劲 在情感中挣扎的原因吧 我真的不敢说 我真的不敢说 我真的不敢说